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还是这个农历的 8月还没有过满了 还是可以祝中秋节快乐的 好了那今天呢 到底我们要剪些什么呢 今天有没有新朋友在 先了解一下 关心一下 那如果现场的 Zoom的 老爸老妈们呢 有第一次来上课的吗 有的话你可以打在聊天室哦 我这里先放 当然是第一次吗 第二次 OK 永顺 永顺起来啦永顺 永顺总监捡到很低 是不是坚持 现在我们的老爸老妈也越来越厉害了 越来越强了 可以连续剪好几个小时 可以达到剪子马拉松的这个 这个程度啊 可以剪马拉松了 好那今天呢 就是自信与坚定嘛 主题自信与坚定 那原子到底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个自信与坚定呢 大家猜猜看今天我们剪一种花 那你觉得有什么花呢 是代表自信 代表坚定的呢 有吗 你们心目中有些什么花是代表 自信代表坚定的呢 可能每个人 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哦 大家的心里面可能都是有一个不同的答案 都可以说出来啊 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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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都有啦 玫瑰花 桑桑 菊花 那其实很多花 都代表着坚强对不对 OK 因为呢 花是有生命力的嘛 所以呢 肯定是代表 代表着那个自信啊 还有坚持 然后它才可以 默默的成长下去哦 生长出去哦 好 那今天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 剪子的环节 那今天呢 其实我要教大家 剪的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 香热葵哦 香热葵哦 就是我们的太阳花 那 呃 今天我们很简单 要准备些什么用具呢 同样的就是 呃 红纸 那如果你没有红纸 你可以用任何的颜色纸 然后有我们的剪刀 呃 美工刀 刀片 铅笔 还有 橡皮擦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我们没有折很 呃 没有折难度高的 我们折最简单的方法 那今天 呃 我们只需要 给它 一个 上下对折 或者是左右对折 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跟着做哦 所以我会把它变成左右哦 就是对折一面 把正方形的指 左右对折一面 那今天呢 主要要 呃 要画图哦 我们要把那个花画出来 那画得像不像呢 就要考大家的功夫了 那大家 也可以 因为我呃 因为我今天是教画像热葵嘛 剪像热葵哦 那当然我也会画像热葵出来 那如果大家可能想要剪别的啊 比如说你想要剪菊花 莲花还是别的花呢 其实也是啊 允许的 你也可以自行啊 做创作哦 跟我不一样的 好 那 剪纸的话呢 我们肯定就是 呃 这样子对折一面呢 肯定就是左右嘛 那左右的话呢 肯定就是我们只需要画一半 打开来呢 它就是可以呈现一 呃 比如说我画半朵的那个 啊 像热葵 那打开来呢 它就有一朵了 OK 所以剪纸的效用呢 这个只是折 这样子折一面啦 那如果我们折几面呢 打开来呢 就有几朵那个像热葵咯 好 首先呢 我们先要设计一朵像热葵在中间 在正中央哦 OK 那我会怎么画呢 呃 我会 先描一个 椭圆形 在正中间 比如说这个中 中间 中间的部分哦 那我大概 先描 一个椭圆形 那当然这个椭圆形呢 大家在描的时候 今天我们偏向于画画先哦 当我们画到一幅漂亮的话呢 我们才接下去做那个剪纸哦 OK 比如说这里 半个椭圆形呢 当我们打开来 大家可以想象到 它到底 有没有那个花的形状出来哦 因为我们除了剪纸以外呢 我们也是很靠我们创作力 还有那个想象力哦 OK 那如果你觉得 应该是很像的 很像那个 花蕊的部分哦 OK 那就可以了 OK 然后之后呢 我们可以 呃 设计那个花瓣 比方说 因为其实 向日葵呢 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画法啦 那我之前也是有教 呃 教过另外一种画法 那今天呢 可能我们画的 比较 比较自然一点的 方法 OK 那大家也可以 呃 随心所欲的 比方说 那个花瓣 长的部分 可以跟我的不一样的 OK 可能 因为每个人的观察角度都不一样哦 所以我大概 可能我先画 就是这样 OK 然后慢慢的就把 整个 那个 向日葵 太阳花给 花出来 当然那个花的 呃 花瓣的部分 它的有尖尖的部分 一点点尖尖的部分 那它要向左向右呢 你们都可以自行去 呃 自行 自行有一些变化的 不需要是说完全跟我的一样的哦 呃 可能有一些 今天可能也是隐藏着很多 很烈画画的高手啊 那大家的那个 呃 画的功夫都不一样哦 可能你要胖一点啊 瘦一点啊 那个花瓣小一点啊 大一点啊 OK 都可以 所以我大概就是画在整张纸张的正中央哦 半朵的呃 这个 向日葵 那我先描 描好了一朵过后呢 那 那接下来呢 旁边有空白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 呃 比如说这个是主角嘛 正中央 我就让它一朵 那另外可能另外一朵呢 在它的 左边 那我左边画了一朵呢 等一下剪出来呢 它左右就有 左右就有另外一朵在旁边哦 OK 可以比方说 左边我想要画另外一朵 我可能小一点的 那我就 大概 可能这边 小一点 给一个椭圆形 大家也可以轻轻的描先哦 描了过后 当你满意了 你才把它 加深它 那也是可以 然后同样的 我想要 呃 出现那个花瓣 是在 左边开始画起的 OK 可能之后 想要给它 有一点点 肥的 有一些可能比较瘦的 OK 那旁边那一个部分呢 你们就看它 它可以如何去 因为每个人画的花瓣 可能那个方向都不一样 那碰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 大家不用跟着我一模一样的 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哎 它要如何去接起来啊 含接下去呢 你都可以 啊 自己去 自己去想一想的哈 OK 可能是这样子 哦 哦 OK 安安刚刚问是用什么纸张 其实什么纸都可以啊 我只是用红纸啊 OK 我这张是红纸 那如果你没有红纸的话 你可以用 呃 白纸啊 或是有颜色纸啊 那只要是正方形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纸张的大小 大概就是20 20 20x20cm 如果小一点也是可以 大一点也是可以 OK 那可能我就这样画 然后旁边可能小一点的 然后慢慢再 可能接过去 所以就有一个呃 向热葵的 那个 外形哦 它的外形出来了 好 那外形 OK 这里可能我稍等一等哦 那大家也可以专注一下 设计它的外形 让让你觉得 你画的那个 那个夏日葵是感到满意的 那如果大家 呃 有什么 疑问的话呢 可以 打在聊天室 或者是你要直接开麦问 我也是可以哦 因为可能打字 需要用到一些时间的话 你觉得 哎 直接开麦问会比较快 那你就直接开麦问 OK 不要紧了 都可以了 好 那如果我们的 呃 呃 那个 那个 花朵的 部分已经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画它的 那个 那个 进了 那个 花 花枝 那花枝的话呢 当然中间的话 我们就要这里 含接下去 OK 所以比方说 我让它有一个 直线 一条直线 竖下来的 OK 一条直线 竖下来 那可以给它 呃 大家可能可以想象到 哎 它好像有一点粗哦 那如果我这样粗的话 我打开来 就是 双 一倍了嘛 双倍的 OK 那不用紧的 可以的 因为其实那个 像热葵的 它也是蛮粗的 那个枝 啊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看 这一朵呢 那个 呃 那个枝呢 会出现在哪里呢 可能我 我想要出现在这里 它有一点点 斜过来 那你要画在正中间 正中间也是可以的 你要给它斜过来 也是可以 OK 那就看你自己的 呃 你就观察一下 你想要怎样子去画它 那然后呢 接着就是要想一下 哎 我们的叶片 那叶子要出现在哪里呢 OK 那比方说叶子 呃 这边 很大的空位 那我先设计这一边吧 OK 那我就 可能我就画一 一朵很饱满的叶片 那其实像热葵的叶子 其实也蛮大的 那画叶子的时候呢 有一个 呃 地方要注意的 就是它的 接口的部分哦 记得要给它 细一点 它就会比较好看 所以如果你看那个 刚刚我画的 它很 它很大嘛 这个gap 这个地方它很大 很大的话 其实简算 没有这样好看哦 所以我们就 给它 小一点 就是它连接的部分 给它小一点 当然小一点 它就可能比较 感觉上就比较危险一点 那怕会剪断 那 这样子的话呢 就比较好看 可以先大概描了 你再画出来先 之后如果你不满意 之后你再把它插掉 再修改 没有问题 可以 可以可能这里 这里也是有一朵吧 中间这朵的话 我就让它 呃 出现在这个地方 可能 那可能它很大多哦 OK 它可能是超出了 超过去那里了 所以它比较大多是可以的 可能接下来呢 诶 这边我想要画多另外一朵 就这个小朵的叶子 可能我想要给它 可能是这样 可能要超过它也可以 比方说 看起来这边有一点小啊 那我给它超出 就是去到另外一个镜的后面 也是可以 就要尽量让它比较看起来自然的 所以这些接口的部分呢 我们就稍微可以插一插 可以稍微插一插那些接口 那我们的那个向日葵大概它的外形就好了 那我们的那个向日葵大概它的外形就好了 那比方说 比较简单的话呢 我们里面它的那个叶片呢 我们可以如何做呢 就是可以 而不是叶片 那个花瓣哦 那个花瓣呢 我们可以让它这样处理 这也是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啦 我会给它中间稍微有一条线 然后把里面的给 给 给割掉的 也就是说呢 它做出来呢 是这样子 我们剪出来的话 那里面 里面这边一个 好像有点叶子形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要割掉的部分 就稍微用那个虚线来代表哦 OK 就是这样 这些等一下是不要的哦 所以就是这样子 你就把那个 呃 花瓣的部分给处理掉 OK 那当然你可以 所以不用好像我把它擦得很干净的 因为我要示范给你们看嘛 因为如果有经验的老爸老妈呢 其实不必做这个动作就是把 就是把那个地方又擦 又要画美美又要擦 因为我是让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所以就把那些多余的线我都会把它擦掉 就是这样 OK 这里的叶片好了就是小一点的那个叶片 同样的小一点的叶片也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就把那些 所有的不是叶片就讲错了 那个花瓣 可以处理一下那个花瓣 同样的方法 那个刮曲线剪掉的部分呢 可以小一点 不用太多的剪出来 因为我们要保留看到那个花瓣 所以如果我们中间开洞的地方 给它越大呢 那我们的花瓣看起来就越小了 相对来说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把它这样子 画出来 然后中间保留的这条线呢 也是可以给它粗一点的 粗一点就好 比较好看一些 所以就是这样 OK OK 那这里好了过后呢 接下来我们有另外一个任务要做的 就是它中间的部分 那中间的部分呢 我会如何处理呢 中间的部分我就会 让它 呃 我们可以先 先画一个 外围哦 再画一个圆 呃 就是这个中间的半圆 椭圆啊 椭圆里面呢 画多一个小的椭圆形 然后在里面呢 然后在里面呢 我们就让它有一个好像 那个 那个 里巴的感觉 这样子画哦 好像有一个里巴的感觉 那不要画得太小哦 因为等一下我们需要用那个美工刀要割一割的 要割里面的哦 所以如果你画太小的话 等一下就太难割了 所以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呢 也可以画可能大个一点 就是里面的那个形状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 暂时先不画 那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直接这样子画 这样子剪呢 它 另外一边呢 它就出现 反向哦 就是那个mirror side 所以它就 呃 看起来就不正常了 那这个地方先保留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处理那个 夜卖的地方哦 所以夜卖的话其实没有很 没有很难 那夜卖呢 我是这样处理的 我就给它 简单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 可以是一个小的夜卖在里面 然后我再把那个中间画出来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线啦 大概 所以 然后呢 就把那些 呃 就是把里面的一层一层 小的 这样子去处理 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直接画的 如果你 呃 想象力没有那么丰富的话呢 你就可以先用刚刚我示范的 先画一个小的叶子在里面 就是把它的outline ok 之后再把它取出来 之后再把它取出来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哦 你掌握了 你掌握了Go 才轮到你们画哦 不要急着画哦 我们有时间的放心 哈哈哈 大概是这样 所以另外一边的也是一样 然后我就给它有一个中间线先 以后 它会出现在这边 所以中间那些是要拿掉的哦 所以中间那些是要拿掉的哦 就是我会画上那个曲线 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 呃 安静的音乐 好好的跟自己相处 花一个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多的时间 ok 就是一边去画一边去欣赏自己的 那个作品啊 感受一下 那个那朵花 多么的有生命力啊 ok 所以画的时候也是要带给 要告诉自己 诶 画得很有自信 然后要很坚持的去把它完成 那以后你这一副作品完成了之后 你放在哪里 你都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一份 那一份力量哦 ok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画出来 我会稍微给大家一些时间哦 那如果有一些老八老八已经是 画好了的话呢 ok 如果画好了的话 你可以开始自己先 呃 先割哦 先割这些先哦 里面这个不要处理先哦 先处理那些燕麦 如果你要争取时间 因为肯定是有些快有些慢嘛 然后中间这个呃 那个花枝的部分呢 我画那么粗的原因呢 其实我还可以给它 里面给它留空哦 不是留空就是把这个部分给割出来一点点 就是这个部分 我会把它涂黑啊 那这个涂黑的部分我们也可以把它 把中间一点点把它割出来 割出来 那这里呢 就会连接咯 就是一点点的 ok 就是这样子一点点 这边我就可以把它割出来了 所以同样的这边也是一样 我可以保留一点点的黑黑 给它 所以这个外面也是有一点点黑黑 还有 你的那个花枝 那今天呢 其实除了这一朵 项热葵以外呢 也是有给功课一下你们哦 那功课的等一下 给一下你们要自己做一些设计 可以 那这一副呢 我会如何做呢 其实 如果 如果你已经画好了 我们当然直接剪的话 它就是三朵 三朵 一二三 三朵 那个向日鬼跑出来嘛 那如果我们可以 在里面做一些创作的 那比方说 今天我想要做一个创作 就是 我想要这一副剪 只是有一个外框的 那我现在就要画 把它的外框给画出来 我上面有空白的地方呢 等一下 就是给功课 你们要自己做练习 想一下你们上面还可以 怎样做设计 那就是针对一些 已经上了好多次的老爸老妈呢 那如果是新同学的话 肯定是可以 跟着我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预留 比如说我想要预留一个 大家可以用尺啦 那我会预留大概是一个 1.5cm 15公分 15 1.5公分 OK 大概是一个1.5 1.5cm 那不一定是1.5啦 那你看你自己 你要预留它2cm啊 1cm啊 都可以 我要让它有一个框框的感觉 因为剪纸的变化就是每一次都 可以给它不同嘛 不一定每一次就是 多少折啊 对折多少次啊 还是怎样的 我们也可以当成做成它是一副 像框 比如说以后你懂的设计了 你也是可以 可以做成 比如说市面上大多数的像框的尺寸大概是多少 就是有4R size啊 3R啊 A4 size啊之类的 所以可以依据 就是依照 呃 依照市面上的尺寸 然后去订做 自己可以去设计 自己可以去设计 设计一款剪纸出来 那如何留编啊 如何做创作啊 那你就可以 呃 送给你的朋友啊 家人啊 就是一份手作的礼物啊 就是一份手作的礼物啊 那这样子画的出来呢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会跑出来的 那跑出来就不用剪 那跑出来的话呢 可能会看到那个滑板不清楚 那其实也不会不清楚 我们已经有把里面的 那个细节画出来 那剪出来呢 肯定就是 看得很清楚的 OK 所以画的部分暂时就到这里 那接下来就是可以开始 剪咯 啊 对了 还有中间这个部分 我会怎么处理呢 中间这个部分 中间这个部分 其实我是会 在每一个 每一个 这个菱形 给它 剪一个 给它割出来 那其实这个很简单而已 就是我把黑黑的部分呢 用那个刀片 用美工刀给割出来 那就有图案了 OK 就是这样子而已 当然里面的那个 这个格子哦 你可以画大一点点 其实不用画也可以的 你可以直接用美工刀 那你有信心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美工刀 直接给它割 就直接下手了 也不需要多画 因为已经知道了嘛 我们心里面已经知道 它长成怎样了 所以很多东西呢 有经验过后 就可以直接来 就把一些时间给剩掉 那这个 这个一点点这个部分呢 会比较 看起来比较麻烦一点点 那不用紧了 这个地方呢 就看你的功力到哪里 如果你可以割到 割到的话呢 就很漂亮了 你可以割出来呢 又没有影响到 中间那朵花 花瓣 看哦 OK 那其实是可以的 有 谁有疑问吗 没有哦 OK 所以大概就是把 那个黑黑的部分给 画一画 然后等一下给割一割 那今天会用到比较多 是用 那个美工刀哦 就是用刀片 OK 中间的部分等一下我们才处理 才打开了 过后才画 画了我们才割中间这朵 我会放在这边 稍微一个 两分钟吧 等一下之后呢 我就会 我就会开始 动刀咯 所以先讲一讲哦 就是把这些里面的先 割出来 那最后呢 那最后呢 我这个相框 当然你可以直接把 这个外面的部分 这样子 跟着割出来也是可以 那你上面就没有任何的 固定了 那如果是说上面其实还有一些空间 那这些空间就是保留给 一些就是有经验的老爸老妈自己去做设计咯 可以吗 可以吗 等一下 是不是 有问题吗 OK 没有卡 没有卡 这边有点卡线 OK 那上面的话呢 我就保留给 有经验的老爸老妈 你们自己可以想一下 做一些吉祥图腾啊 你要加入 融入一只蝴蝶下去啊 融入一只蜜蜂去采花蜜啊 甚至你要写 写 写 写汉字啊 你就保留 保留可能 可以保留那个圆圈 比方说我要设计四个字 那你就找一个圆圈 一个字 两个字 OK 一个字 两个字 打开来就有四个圆圈了 那圆圈里面 你就可以自己想一个 想一句成语 自强不息 OK 自强不息 你可以想 天天向上 想一些 你觉得很有意思的字 也可以把它加进去 OK 所以上面的话就保留 那当然 下面这些部分 全部都要割掉的 剪掉也可以啊 这些比较大的部分 这些虚线 虚线的部分 都是要用那个 刀片 或者是 你可以 用剪刀去剪的 下面的 下面的空间 这些都是要 处理掉的 那记得我们要先从小的开始做起哦 小的 小的 那些 那些要割掉的地方 小的做了 做好了过后 才做大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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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就开始咯 当然要注意一下你们的美工刀刀片有没有锋利哦 如果不锋利的话就要 把上面的那一段折断哦 那其实这个也比较容易剪 比较容易割 为什么呢 其实只是上下 只是上下两面而已 所以就比较轻松哦 那割的时候呢 其实也未必是 跟我们画的一模一样把割出来 你割的出来 你剪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根据 比方说有一些修改 要大一点 粗一点 细一点 你就可以当下就处理掉 所以未必是我们画的 因为画的时候呢 跟我们实际上 那个感觉 点出来啊 割出来的感觉 始终会有一些不同 所以为什么我们做一些 艺术作品的时候呢 是很根据自己的心情啊 那 然后未必是要 因为这个不是数学题嘛 不是说一加一就是二 三加五就是八之类的 所以都是可以直接 直接剪 直接做这个艺术的时候呢 直接去做一些修改 那这个才是你真正的 一个感受 不被约束的感受 那才达到了那个疗愈的功效 才会在这个剪纸的时候啊 或者是你在画画啊 创作的时候才会觉得是 哇 很有满足感 就是比较随心所欲 自由自在 你可能平时生活当中呢 就会比较受到约束啊 因为现在就是疫情的时刻 这里我又去不到 这里好像又被限制 又有一点不知所措 到底要不要出门 会不会很危险 但是又想买一些东西 所以就是在 生活当中 发生的一些事情呢 在艺术方面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 随心所欲 不是随心所欲 就比较疗愈 那大家就是很喜欢做一些 小手工 小艺术 那为什么喜欢做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原因啊 那记得我们在剪的时候 割的时候 也要稍微打开来观察一下 正不正确 一边剪一边割 一边欣赏 那个过程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 呃 可以拍照啊 就是你可以一边割 一边拍一下照 那个过程 真享受的 或者是说 叫你的家人 旁边 因为你忙着剪嘛 可能叫他帮忙 拍一下 这些都是自己的生活照啊 就把一些这样子的 呃 美好的 画面给记录起来 当然也是可以 之后post在 Facebook啊 你的Instagram啊 你的账号啊 让大家看看啊 分享一下喜悦啊 所以记得在割纸的时候呢 同样的 我们要旋转我们的纸张 呃 尤其是新同学 因为每次我都会说 因为我们就是要旋转我们的纸张 让我们的手腕 比较容易去割齁 而不是我们的手腕一直在 在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这样子 就割得很辛苦 所以记得我们的纸张是可以灵活移动的 那记得也是要注意一点就是 就是上下 那这个纸张是要折好好的哦 不能移 移动哦 移位 如果上下移位的话呢 剪出来它的左右就不平均了哦 就像一个纸张感觉 就像一个纸张的传统 就像一个纸张的传统 感谢观看 细腻 我と了解 zip 羊苔 细腻 细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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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这个部分可以一次过的 那比如说我直接这个向斜的部分 我一次过全部向斜 往一边的斜度 那另外一边呢 转过来稍微转一转 直接 其实是很快的 这样子 那记得大家要在灯光 通足的地方去做剪止 要不然的话就会吃力不讨好 因为当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得很清楚的时候 口纹就会有一点乱了 就会说哎呀 很小啊 不清楚啊 灯光不足啊 之后就会影响我们的整个剪止 所以那过程一定要在享受的当下 我们才会开心 那如果是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 看不清楚啊 疲累啊 很累啊 还要坚持做啊 那这样子就是 得不偿失啊 所以要注意休息啊 可以放松一下肩膀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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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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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半夜 大概是被锅锅 水发盖,它已经沉死了 水发盖,水发盖,水发盖,水发盖 水发盖,水发盖,水发盖 所以当我们在剪那个叶子的时候 那个里面的弧度要跟回 它尽量跟回外面叶子的那个弧度 那我们剪出来那个叶片才会好看 叶片,所以好像跟回外面那个 外面就是造型,它的外形 要尽量跟回它一样,那个弧度 比如说它的圆的地方是这样圆的 那我就尽量跟回它圆 那我们割出来才会那个感觉才会像叶片 要不然里面的感觉就会差一点了 它的效果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点 怎么感觉还是差一点点 因为蛇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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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消소�ør 很像嶇蛇蛇蛇蛇蛇蛇 所以今天我们用到比较多是用磕刀 那一般上呢可能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 为什么不是用剪刀 为什么是用磕刀 那其实两种方法都是可以 那就看你自己的比较习惯是用哪一个方式 因为呢不管你是用刀片还是用剪刀 做出来的效果其实就是艺术镂空 就是剪子就是出现镂空的艺术 上个星期曹老师有解释 所以这种效果呢就是称为剪子的效果 所以其实不管你是用美工刀也好 你是用剪刀也好 你达到那种效果呢 其实它就是剪子是统称嘛 那以前古代呢 那以前古代呢它也称为如果你是用美工刀剪的呢 它就用剪子 它的名称叫剪子 剪刀剪的剪子 剪刀剪的剪子 然后呢有些人就是用刀剪刀 到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就是一样的 那最后呢它们就给一个统称 就是给它统称那个名称就 就叫剪子 所以就是这样子演变而来的 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 哎呀都不是用剪刀的 只是用刀片啦 那不叫剪子咯 它就不属于剪子咯 那其实就不是这样子的解释啦 OK 所以其实也是两者呢 其实都是一样是 就是技术 因为我们剪子呢 讲究的是第一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技术 就是你的用剪刀的技术啊 或是你用刀片的美工刀的技术啊 所以当你要学剪子 把剪子剪好呢 肯定第一技术要好 那你的技术已经有了 过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 要懂得这样子去做设计 所以每次我说的 就是设计的部分 其实是可能对大家的时候会有点难 哎呀 没有艺术细胞啊 还是怎样啊 所以其实所有的艺术呢 都是从观察开始的嘛 一开始就要 学会 尝试 去观察 去临摹 用魔法 就慢慢让自己有一些想法 再把你自己的想法注入在你的作品下去 那那个就是你自己的 真正的一副作品 所以这个就是要 肯定就是要有技术先啊 你技术达到 你才可以 有更多的想法 比如说 哎 我可以用这一门技术 怎样子去 发展在我的 我的作品上面 我可以用这一门技术来的 我可以用这一门技术来的 全面的一门技术是 所以记得大家也要把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部分 给处理一下 中间这个部分就是 那个要可以先处理哦 因为这边其实会比较细 就是处理的过后才处理那些比较大的部分就比较简单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割坏 所以其实可能有一些老爸老妈 你们如果觉得累的话呢 你们可以稍微休息哦 不要急着今天 现场一定要把它马上完成 因为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哦 有些可能就是先开始画 比较快画完 那他就有更多时间可以各个去剪 那等一下当然放学了过后休息 你们还可以 之后下午再继续把它完成也没有关系 那最重要就是要 要懂得如何控制 那个当下减止的感觉 那如果你觉得 哎呀 好累啊 疲劳啊 那就可以暂停啊 不要硬硬硬来哦 那硬硬来呢 肯定就会把 就毁了那个当下的感觉 我们又不是急着教功课 又不是 呃 在减止比赛 所以不用紧张 只要你掌握到那技巧 今天 讲的 哎 你都get到了 那可以慢慢自己再加 修剪啊 再把 呃 剪了一些啊 还是怎样啊 都可以哦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我下面的部分 他就完成了 因为打开来看 他就是这样子了 但中间的话呢 中间的话 我们就是要 呃 可以 可以打开来的设计咯 OK 可能这边我会 呃 先稍微 休息一下一个 两分钟 那之后我就处理中间这个部分 我现在看到一个 chainsaw 就这样子 我看到馅 包到你 呢 可以 还搞的 我 好了 我 你 我 我 好,那在休息的时候呢,我也可以稍微,呃,就是,稍微share screen一下,就是,其实我这边就是,呃,有做了一个,有开了一个群组嘛,如果还没有加入群组的同学,你们也可以,趁机加入群组,哦, 哦,宣传一下,这边就是Facebook,一简如故,创意简直,OK,那这个平台呢,里面就是,就是我开的一个平台啦,私人平台,private的,就是里面呢,就是会,呃,有很多老爸老妈支持啊,就是有简直的朋友呢,你们也可以在,呃,加入群组里面咯,走在里面分享你的作品啊,留言啊,然后,呃,互相交流啊, 啊,所以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已经有很多不同的作品,简直作品,OK,那如果你是喜欢简直的话呢,就是可以,呃,可以,可以加入这个平台啦, 私人平台中是有任何的,呃,简直,跟简直有关的呢,你都可以post进来咯, 哦,OK,所以我会分享在这个,chartblocks里面,如果还没有加入的话,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加入进来, 还有我们脑主中,留下来的智慧 还有我们脑主中,留下来的智慧 OK,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我就处理中间的部分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太阳花中间,这个部分有点像一种饼干,哈哈哈,有没有像一种饼干的感觉, 有没有像一种蜂梨酥哦,它也是有这样子的哦,扁扁的会有那个纹路在那边的,OK,好,那这里呢,我们打开来过后呢,同样的,就是打开来过后我们才来画哦,把,把那个,呃,把那里面的小桃圆形给画出来, 那方法跟刚刚的那个一样的,刚刚左边的这一个,呃,太阳花,所以就是我们先给它有那个曲线, 所以那个曲线呢,也是可以给它有一点点弯曲的,不要画到太过直,那个斜线,给它有一些弯曲过后,OK,再可能转过来比较顺手, OK,就是这样画一画,画了过后, 然后呢,就直接里面,呃,你要自己在填空拍也可以,或者是直接割也可以,那我们比较省时间呢,我就直接来了咯,就会比较快一点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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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所以如果是直接割的 就要很小心 要很专注这个部分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割断旁边 那到时就是割断了就没有办法了 可能就是要用那个胶子去修去黏回它 所以因为这一层呢 纸张就比较薄吧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拉扯到我们割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手指就是尽可能的要靠近它 就是压一压 所以你看我的手指其实都很靠近我的刀片 那大家也要小心 但是如果你习惯了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控制刀片剪刀嘛 而不是被它们控制嘛 所以有时候可能一些老爸老妈会 之后会问说 哎呀这边可能会有一点跑样啊 然后或者是很难割那个刀片 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就是刀片 就是我们被刀片给工具困绑着 工具使用我们多过我们使用工具哦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 这个整个感觉给调换过来 所以要还一些耐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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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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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